Desmond 你好 我們今天來到里圓門 是呀 看估不會帶我去吃海鮮吧 當然不會 我們今天來到里圓門 是有任務的 是 但是我們還沒去執行我們的任務之前 我們也說少少關於里圓門的歷史 是 我們身處於九龍東的里圓門 但是廣島東也有叫里圓門 究竟為什麼呢 考考你 其實里圓門除了九龍東、游塘這邊 在梢基灣東都是里圓門的一部份 里圓門其實就好像一道門一樣 兩邊幻想一道門左右有 有一邊就是九龍東 另一邊就是梢基灣港島東那邊 其實 梢基灣那邊 你可以看到 現在白色的位置就是海防目的管 沿著梢基灣 里圓門一帶其實都有很多軍事遺跡 有炮台 有些舊的軍營 所以 里圓門一帶 那個軍事發展都挺豐富的 稍後我們暫時就不講關於軍事的一些遺跡 反而我們這次任務的主題 就是破解香港的海盜市 稍後我們也不是去看一些軍營 而是我們會去看一間的天后廟 不如我們出發吧好嗎 好 好 今天很難得來到 葉里圓門天后廟 其實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就是希望能夠聞到廟方 可以借出他的一個很珍藏的一個文物 一個石碑 好難得 表足 毛太 答應了 願意借出來給我們拍攝 不如我們之前也想和毛太談談 因為他負責管理這間里圓門天后廟 不如你也少少說說這間里圓門天后廟的一些歷史 好嗎 好嗎 發現這塊石碑有時就是我們這間廟不是那麼大 是一個很小的 這塊石碑有時就是在那個洞那裏面 然後阿媽也是在旁邊的 後來為何會有這間廟越來越漂亮呢 就是劉火輪天后娘娘就告訴他 就要重修這間廟 然後羅平叔就說了 哪裏的錢是蓋呀 那時候我們生活都很困難的 後來就說 哦 那就沒有啦 又是睡在旁邊的 阿羅火輪 後來又再說了 你們不蓋呢 我不是只是你家廟 我就可以回到別處的 就走了 你就告訴他 我何時何時 我就會出現 在這裏有張相片 有張相片 是啦 你這張相片 是 你這張相片 已經賣了 5月初四 到5時份 它就會出現 就是我們沒有車的 只是乘船而已 乘船排隊 看到黑曬的天 你又看不到我 我又看不到你 突然那個光環出現 就是天后亮亮 就是拍到的 東東個個都拍不到 是燒雲音拍到的 慢慢呢 就重修了這間廟 就慢慢報了 發現石碑的位置 就是在裏面 是呀 因為這間是原生的房子 有這個頂 這塊石碑是很大的 原生是這樣的 劉伯倫就在隔壁的房子 在隔壁的房子 我想問回 當初天后顯靈了之後 應該多了很多 善信願意捐款 之後意外就發現了石碑 是不是這樣 事實是一直都是在旁邊 是的 沒有發現的 它是在旁邊的 因為天后亮亮坐在那裡 拜在旁邊的 我突然想問一下毛太太 他剛才也有說過 他的家族 基本上有五代人在這裏聚居 我想問一下 本身你的家族 是否以前都是打石的 是的 我老爸那時候都是打石的 是的 那時候打石 然後就和人建屋 所以因為這裏 三家村那裏 很多這裏的村民 都是以打石為業的 所以你會見到 很多他們出產的石頭 都運到不同的地方 去建屋 是的 還有我們打了一塊塊的石 就是這裏 斷了 這裏的碼頭 和石礦場的碼頭 是的 因為我們那些石 就打了 一塊塊他們運出去了 香港 周圍都有的了 你看到香港法院 大樓 都是我們那些石 那我想問一下 你本身在這裏做了 妙祝幾年呢 第六年 正式第六年 第六年 正式我是復庶的第六年 我知道每一年 其實就是天后彈 其實很多香港很多地方 都有很多天后廟 都會舉行一些 的河彈活動 我想問一下 你原本的天后彈 又是怎樣慶祝的呢 天后彈 我們就是善信 來和他們賀仇的 我們慶祝就是四份 我們本村有一個花炮會的 星期日我們就賀彈 一定有一個炮會和他們賀仇的 然後就會做神恭喜 是的 一齊聖誕呢 聖誕那天呢 即是三月二十三 會有些善信過來拜嗎 是的 外面所有的善信 和我們里門的善信 就是街坊和他們賀仇 會來帶些東西 寶寶 買 在這裡和他們賀仇 還有一些 譬如那些官 有些金壽土 什麼都有的 我看到其實這間廟 其實之前都做過幾次的重修 其實是不是之前都試過 有些天災狀況 都要去做一些維修 重修來說 廟一定有破損 剛剛我們2011年 我們先再重修過 大重修 因為來講 去漏水 漏水我們都重修過 撿過 那麼 去年 每次去年 我們這次出現 就是 2020 就是 年29 燒了 這裡又再重修 我們未重修好的 還有這些都是 剛剛重修好的 剛才說到馬生人 這幾個牌群 這幾個牌群 很漂亮 剛才說到 因為它分到黑了 很感謝毛太 接受 說文 我們要知道什麼的目標 你分享了很多寶貴 關於李源的天災廟的歷史 今天好像我們的任務非常順利 沒錯 我們今天很高興找到廟竹毛太 跟我們講解天災廟的歷史 Dexman 我們來個總結 我們今天看了天災廟 你覺得有什麼收穫 其實很豐富的 因為我們首先 很感謝 李源門天災廟的 廟竹毛太的分享 另外最重要 我們可以親身去看到 就是有個石碑 石碑裡面 記錄了有關這間廟的建立 跟一個人很有關係 就叫鄭連昌 鄭連昌是哪一個呢 鄭連昌據說是鄭健的後人 鄭健是誰呢 鄭健是鄭成功的佈下 其實就說鄭健因為 搭不及船 過不了去台灣 結果流落在香港的水域裡面 最後只能夠變成海盜 而他的後人就繼承了他的事業 他後代有兩個人 一個是鄭連昌 一個是鄭連福 據說鄭連福 據大嶼山作為他的巢縣 而鄭連昌 以李源門作為他的巢縣 而有關海盜的一些傳說 或者歷史 其實在香港來說 普遍來說 都是跟那個張磅仔有關 但很少你會見到跟其他海盜 是很有文物 作為一個證明的 而這次正正我們很意外地 看得到 也很感謝毛太幫忙 甚至帶我們去參觀 那個洞磅 所以各位網友 真是很有福 稍後我們會 再講講其他 關於香港海盜的 文物與歷史 對 韓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